你敢相信吗 一国总统仅靠工资 竟然买不起北京一套房 为了节省开支 走路带风的普京都吃起了玉米面包 拜登也靠卖书挣起了钱 就连财富大亨特朗普也到处演讲 难道堂堂一国总统的工资 不够支持他们的开销吗 你还别说 答案是绝对出乎你的意料 今天我们就来一个总统工资大揭秘 你知道吗 普京可能是世界上最穷的总统 他全身上下唯一可见的奢侈品 就是手上戴的那块表 价格大约7万人民币 再看看某些明星出行 全身行头就不下七位数 可怜一国领导竟然比不上流量明星 执政22年的普京 在老家圣彼得宝的房子 仅仅只有77平方 代步车也只是一辆普通的越野车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普京身为一国总统 为何还不入一个工薪阶层呢 其实普京的年薪也在百万以上 据俄罗斯官方报道 普京一年的收入约为113万元 不管是出行穿的衣服 车辆还是吃得住的 俄罗斯政府通通都承包了 普京自己的花销很少 那他这些年做总统的工资都去哪了呢 从当上总统以来 普京每年都会去看望贫困家庭 和那些为国身亡的士兵家属 自掏腰包资助他们 他的工资大多数都花在了他们身上 这也是普京深受俄罗斯民众欢迎的原因 但同为一国总统 特朗普可就不一样了 他仅在2020年一年时间里 就花掉了14亿的巨款 想知道他把这些钱都花哪了吗 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看 你知道特朗普拜登为何都想当上美国总统吗 甚至不惜为了竞选花掉14亿 难道只是为了拿总统那点工资吗 其实原因让人细思极恐 特朗普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作用整个财富帝国 他并不缺钱 而且他当美国总统时不拿一分工资 据美国数据统计 在川普同志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他的特朗普集团收入超过24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155亿 其中最赚钱的就是他的高尔夫球场 与私人俱乐部 要知道美国总统一年的工资在40万美元 只能说特朗普的经商头脑高于常人 但工薪家庭出身的拜登就不一样了 他每年拿着总统的工资 还亲自写书挣钱 从2000年开始 拜登一共出版了13本书 其中最赚钱的一本是《回忆录》 而他的妻子吉尔拜登也没闲着 在教学的同时也出了四本书 收入远超总统年薪 退休后的美国总统也很吃香 不仅每年可以领到20万美元的退休金 还可以拿到各种场合的演讲费 据说奥巴马一场演讲的出场费 就高达35万美元 他的总统回忆录版权也卖到了6000万美元 可见不管是上任还是退休 美国总统这个IP都是真的值钱 就连被债务缠身的克林顿也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还清了所有债务 还赚得盆满钵满 怪不得人人都想当上美国总统 不仅能风光无限 名垂轻视 还能年薪百万 一时无忧 但并不是所有总统都能活得如此潇洒 比如印度总理莫迪就很无奈 你知道印度总理莫迪一年能拿多少工资吗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堂堂一国总理的工资只有区区30万美元 而且莫迪出行的各种行头 甚至日常的饮食花销 都还需要莫迪自己掏药包 而且退休后的印度总理 待遇也没好到哪去 他们每年的退休福利 只有6张国内航班头等舱的机票 就连每个月的退休补贴 都仅仅只有可怜的500块钱 实在是让人闻着伤心 听着落泪 但如果说印度大boss的工资 还不是世界中最低的话 会不会惊掉你的瞎巴呢 据有关资料显示 越南总理阮春福的年薪 仅有9077美元 巴基斯坦总统的年薪 也只有区区9125美元 这么低的薪资 会不会再次打破你的三观呢 看完这些国家领导的工资 你是不是找到了一个优越感呢 当然了 能当上一国总统的人 看上的肯定不是那点工资 而是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 和身份背后所带来的荣誉 草根出生的莫迪 从小就做卖茶小弟 经常被同学欺负 你再看看现在的莫迪 光鲜艳丽 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有印度民众捧着抢着打招呼 身后还跟着一众保镖 他还号召印度全民做瑜伽 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不 这就是国家领导的魅力 而每个国家总统的工资之所以不同 这和他们的本国经济水平直接挂钩 干得好了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国家富裕了 自然会获得更高的薪酬 不管是公司还是国家 只要你有能力 有才华 肯吃苦 生活中必然就有你的一席之地 就让我们为了自己美好的明天努力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的工资又是多少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